神秘莫测的瑰璃世界 惊心动魄的魔幻传奇 甄子丹 陈昆定力出演 周迅 赵薇 孙力三美争宴 中国电影报道走上探访之旅 即使画皮的精彩幕后敬请关注 前两天的节目中 我们栏目记者已经带大家深入西部大沙漠 见识了新片画皮李 陈昆 甄子丹等男演员的威武造型和伴想 可是赵薇 周迅 孙力等女主演们的身份还一直都是一个谜 别着急 今天我们记者就带您去剧组一个特殊的地方 为您揭晓全部的谜题 各位 这就是画皮的服装间 虽然很简陋 可是整体主要演员的服装都在这里了 服装间里戏服众多 我们从中挑选了三件风格迥异的戏服 让大家来猜一猜他们的主人到底是谁 首先来看第一件戏服 白色粗麻底子 搭配古朴的秦汉图案 处处彰显端庄华贵 您觉得她属于谁呢 这件是赵薇的衣服 因为她是演一个张军夫人 所以她的服装就尽量呈现她的端庄贤惠 相比于环珠格格中活泼可爱的小燕子 赤壁中略有鹦鹉之气的孙上香 这回在电影画皮中赵薇扮演一位温柔内脸的将军夫人 为了更加贴合角色的成熟气质 赵薇的戏服还特意用粗麻布替换了以往的丝绸 而接下来的银灰色戏服乍一看略显平淡 不过这点缀的紫色绣花却透出几分妖魅 就凭这点相信您也不难猜出这件衣服的主人了吧 这个是其中一件周迅的衣服 因为它是个狐狸精 所以你会看到它从衣服到发型 头饰上面你都觉得呈现一种 一种有点妖魅的美 在片中周迅扮演的正是故事的主人公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的电影《古墓荒斋》中 周迅就已经扮演过一回狐狸精 为了一眼就能区分两次角色的不同 周迅的戏服一改以往的鲜艳色彩 选择了黑白两色为主色调 而最后剩下的这件戏服自然是归孙丽所有 不过这件由粗麻和破皮构成的戏服 实在是寒酸了点 可怜的孙丽就只有一件半衣服了 因为它闯荡江湖 应该就没有很多钱去配备很多配件 原来孙丽在画皮中扮演的是一位 降妖除魔的禽酸侠客 穿上这样的破烂衣服 相比于霍原甲中美丽善良的盲女 孙丽可真是自毁形象 不过这也许只是孙丽转型动作戏的一种过渡手段 至于影片中孙丽表现如何 我们还是耐心等待影片上映